Hi 大家好,這裡是非千辛,我是Jason 在Windows上面一樣有非常出色的軟體 是沒有推出Mac版的 那如果在Mac上面要使用這些軟體 應該要怎麼做? 新一代的Mac使用M1-M2的晶片是基於ARM的架構 它是沒有辦法相容於X8664的系統及軟體 這裡導致像是Pero這些簡單又審視的虛擬機方案 在新的Mac上面只能安裝ARM版本的Windows 得到的結果就是那些常見的、熱門的軟體 因為開發商並沒有推出ARM的版本 因此當然就沒有辦法安裝在ARM版本的Windows上 這也導致這個方案在現在就變得不是這麼好用了 那到底搭載Apple Silicon晶片的Mac 能不能執行X8664 也就是那些我們常見、熟悉的Windows軟體呢? 答案是沒問題的,我們只要使用Wine就可以了 Wine並不是虛擬機 所以它不需要先將Windows的作業系統整個運作起來 這樣子它也省下了非常多的系統資源 但也因為這樣子會有很多相容性的問題要調整 而且也不是每個軟體都能夠成功的執行 但如果你非得在Mac上面執行某個Windows的程式 它還是非常值得你試試看的 Wine它本身並沒有介面,是透過指令來運作的 這對一般人來講操作上並不是那麼的友善 因此有很多以Wine為核心打造的第三方應用 而今天要分享的WineSkin就是其中一款免費的應用 它並沒有什麼花俏的介面 僅僅只是把Wine上面常用的功能做成按鈕 然後再做一些優化這樣而已 一開始我們還是需要使用中端機的面鏈來進行安裝 但僅僅就只有安裝而已 之後基本上你不會再使用了 首先打開你慣用的中端機 安裝Homebook這個套件管理工具 接著就可以使用Homebook來安裝WineSkin了 安裝完畢之後 在啟動台裡面就會出現WineSkin Winery 那中端機的部分就可以暫時不用了 打開WineSkin Winery後 先點一下Update來進行更新 接著點一下加號下載最新版的Wire Engine 通常就是下選單裡面 最上面60bit的那一個就是了 接著點Download and Install 完成之後在列表上點一下剛剛下載好的Engines 接著點下面的Create the New Blank Vapor 建立一個新的Wine副本 那這邊可以直接命名成你的Windows軟體名稱 像我準備要安裝的是Nopay的++ 但是要注意這邊不能用特殊符號來命名 這邊我會建議先下載Nopay的++ 跟我一樣一步一步的慢慢安裝 掌握好流程之後 再開始嘗試安裝自己想要裝的軟體 接著打開啟動台會看到剛剛建立的WineSkin的副本 而實際安裝位置並不是在一般的Application檔案夾裡面 而是在你的使用者名稱底下的Application檔案夾當中 第一次打開出現WineSkin的設定視窗 依序是安裝應用程式、安裝套件以及進階設定的功能 那我們就先點Install Software開始安裝 如果是EXE或者是MSI的安裝檔 那我們就選擇第一個 而如果是其他攜帶版的軟體 不需要安裝就能執行 那就選下面的複製或搬移 直接將它拉到Wine副本裡面就好了 在安裝的過程中 你可能看到很多的方塊文字 這是自行的問題 我們等一下再來處理 安裝最後一個步驟的時候 先把要執行的勾勾取消掉 它會詢問你下一次你點這個WineSkin的時候 預設要執行哪一個執行檔 這邊我們就選擇Nopay的++執行檔 之後只要在啟動檯裡面點一下APP就可以開啟了 那每一次關閉APP的時候 記得大概要等個10秒才能再次打開APP 如果太快去點它 你就會發現沒有反應 打開之後 使用起來好像沒什麼問題 也可以用Comment來做複製貼上 那一樣也可以用Camps Lock來切換輸入法 但開始輸入中文的時候 又會再次看到方塊文字 這個時候我們先關閉Nopay的++ 接著下載我在網路上找到的開源自行以及註冊檔 其他錯後將自行檔複製起來 打開Finder到你的使用者檔案夾底下 找到Application的檔案夾 在裡面的WineSkin找到了Nopay的++ 在上面點一下右鍵 開啟選單再點顯示套件內容 接著依序點檔案夾進入Driver C Windows Fonts 將剛剛複製的字型貼到這邊 接著重新回到Driver C那一層的目錄 再次打開WineSkin的設定視窗 這次點進階設定 在上面切換到Tools 然後點左邊的Regist Editor 開啟登錄檔編輯器 在左上角點一下登錄檔 然後選擇匯錄 選檔案時下拉選最下面的斜線 再點裡面的Users 然後再點你的使用者名稱 這樣就可以回到Mac原本的目錄下面了 接著選擇剛剛解壓說出來的註冊檔 CHN底線Fonts.reg 完成匯錄之後就可以關閉這個編輯器了 再次打開Nopay的++ 應該就可以看到中文的部分顯示正常了 接下來是應用程式的圖片 固定都是Wine圖片 看起來總是怪怪的 沒什麼感覺 這邊我們就來把它修改一下 先到MacOS icons.com的網站上面 下載Nopay的++圖片 接著再次打開WineSkin的設定介面 點進階 在右下角的Icons點一下瀏覽 選擇剛剛下載的圖片之後 關閉設定視窗 然後回到WineSkin的目錄 在空白的地方點下右鍵 選擇新增檔案夾 建立一個假的檔案夾 這時候打開啟動台 看一下圖示是否更新了 如果已經更新成新的圖片 就可以將剛剛新增的假的檔案夾給刪除了 在使用Nopay++的過程中 如果遇到要儲存檔案或開啟檔案 想要選擇Mac上面的慣用目錄 就要從頭一直點點好幾次 使用起來是比較麻煩一點 遇到這樣的情況 我們可以利用它上面的Favorite的功能 建立一個快捷目錄 先回到套件內容 一樣打開Driversy Users 你的使用者名稱 然後看到一個Favorite時的資料夾 先點選它 然後按住Option之後 點右鍵選單 接著點選拷貝路徑 然後再次打開中端機 輸入CD控格 貼上這段路徑 按下執行 接著再輸入LN控格-S控格 完成之後 下一次你就可以直接在Favorite的目錄底下 找到你剛剛設定好的這些資料夾了 Nopay++的安裝到這邊已經差不多完成了 如果你想要開始嘗試安裝其他應用程式 過程中如果有發現 它需要依賴一些Windows的應用程式 像是Virtual C++等等的 那在安裝之前 我們先打開Wineskin的設定視窗 點選WineTrick 在這邊可以找到相關的DL檔 勾選之後按下Run 它就會安裝了 另外在這裡你也可以找到很多 使用的Windows應用程式 字型 你可以從這邊直接就進行安裝 而在Setting裡面 則有很多修改Windows的參數 像是你可以更改Windows的版本 最後你可能會問 如果每次要安裝一個新的軟體 我都要再建立一個新的Wine副本 然後重新安裝一支字型 以及一大堆的DL檔 這樣未免也太麻煩了 而且也相當的佔空間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跟大家講 要怎麼樣在一個副本裡面 安裝多個軟體 前面的部分都是一樣的 一直到安裝軟體之後 打開Wineskin的設定介面 點進階 在Tools裡面點CustomExecreator 在這邊建立要獨立出來的軟體 完成之後 在Wineskin旁邊 就會多出剛剛建立好的軟體APP檔 接著將它搬移到外面 查看啟動台如果有出現 再搬回來就好了 透過這個方式 你就可以在一個Wine副本裡面 建立多個APP執行檔了 而在進監選項裡面 也有提供像是工作管理員 控制台等工具 如果有需要的話也可以自己摸索看看 最後如果在安裝的過程中 有遇到任何奇怪的問題導致卡住 就先打開活動監視器 搜尋關鍵字 Wine 這樣所有的東西都強制結束 再重新做一次就好了 Wineskin透過簡易的設定介面 降低了使用Wine的門檻以及複雜度 對於那些想要在Apple Silicon晶片上面 執行Windows軟體的人來說 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選擇 下一次我們會分享 要怎麼使用Wine來執行Windows上面的遊戲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